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都会问 老师五行派能不能够学到算命 为什么会这样问我 因为他们在之前学八字学了两三年 结果到最后 他们还是无法批八字 但是在五行派 我总是会跟各位讲 我们学八字跟传统学派不一样 五行派他就是直接要教你会批八字 然后从八字中去了解什么叫八字 所以各位 五行派的学习方法跟传统学派 他是颠倒过来的 传统学派总是要先学一大堆理论 学了以后你才去批命 可是你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就是你学的理论 你都会觉得他是对的 所以你去批的时候 就会被这一些理论框架住 然而五行派他的一个做法 先学会批命 批命不教你太多理论 只有批命的技术 五行深刻而已 然而你从批命里面去学习 领悟所谓的你自身的理论 所以我常常会跟各位讲 学五行派 你跟我只有一个东西会一样 叫做批命的技术 可是因为我们所碰到的人事物是不一样 所以会造成说 我们对八字的理解不会一样 这很正常 因为你碰到的人 跟我碰到的人就不一样 怎么会有一样的看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批命的技术会一样 但是你跟我所领悟的不见得会一样 而这个就是你自身的理论 所以在学八字 我常常会跟学生讲 我只教你骨架 但是骨架上面的肉 他就是你自己要去找人实证 慢慢的把他补上 所以五行派在前期 他可能只会批财运不好 冠运不好 可是随着你慢慢的有找人批命 然后客人会回馈你的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慢慢的了解 财运不好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情况 他是慢慢一步一步去把这些肉补上来 所以刚开始很弱 可是只要你持续不断的去批命 你就会获得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而且你会发现到同样的组合在不同人的身上 他就是会产生不一样的现象 这也就是你们为什么会看到我的影片量会这么这么的大 因为我们只要批命很有可能 这个客人身上 我们可能又看到新的东西 所以各位 我们人本身就只有自己的生活圈 然而透过实际的批命 我们去看到了更多 不属于我们生活圈的这些情况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讲说实证很重要 因为他可以让你去接触到你不知道的 没有接触过的这些世界 当然前提条件你要会批命 假如你不会批命 你不要跟我讲一大堆你自己的认知体悟 很多人都犯了这种错误 往往自己批命 还不是很厉害 就说他又领悟到了什么 他又碰到了什么 其实那些领悟那些感触都是不堪一己的 原因就是不会批命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所想的 所看的是不是正确 所以在五行派就是先教你会批命 让你先知道你批命是正确的 然而从批命正确的情况下 去逐一逐一慢慢的去体悟八字 到底在跟你讲什么东西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